耍鴨 耍耍鴨 耍鴨 耍耍鴨 那我还就留很久 到现在小学很多 有些现在可能比较稍微大一点 小学的时候可能还听过这些歌 我希望我们这些的歌曲 出来之后能够 进化我们的心灵 带来我们的希望 让选举最后是一个正能量的选举 我要珍重在这里讲 就是说整个选举 不管怎么样 这些暗黑这选举 总是会过去 但是我们希望 能够把美好的事情留下来 大家看到其实选举到最后 其实渐渐的很多的 就是抹黑扭曲的情况越来越多 但是我真的希望 在选举的时候 毕竟他也是一个选嫌宜人 不应该有太多的扭曲跟抹黑 而且会伤害到一些无辜的人 我要珍重在这里讲 就是说整个选举 不管怎么样 这些暗黑这选举总是会过去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美好的事情留下来 今天我们听到这些歌曲 他从希望改变 丁金努力贯穿了几首的歌曲 都带来一些正能量 那我真的希望在选举最后能够是用正能量来选举 大家来比拼这个正能量 比拼能够给台北带来什么 希望怎么样让大家变得更好 其实我跟陈老师也蛮有缘的 他那时候练练三五三十五年前 可是他大概三十多年前 他那时候也帮我写了一次歌 那时候帮我写 不知道老师你们记得不记得 那时候第一次他帮我写了一个结牙歌 我那时候带牙医师公会当理事长推动结牙 那陈老师那时候已经是非常有名的 我们非常重要的作曲家 可是那时候还愿意帮我来写一首结牙歌 让我能够去小学去推动 我还记得那时候 不知道陈老师记得不记得 我还记得是耍牙耍耍牙耍牙耍牙 我那时候还留很久 到现在小学很多 有些现在可能比较稍微大一点 小学的时候可能还听过这些歌 歌曲是有感染力量的 歌曲是会让带来一些正面的力量 我还是一句话 我希望我们这些的歌曲出来之后 能够进化我们的心灵 带来我们的希望 让选举最后是一个正能量的选举 我们一起努力 再次我谢谢各位老师大家尽力的相助 不过这些歌曲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力量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部长这边主要想问一下 因为针对这个记者会啊 你自己之前也说你是个爱唱歌的人 那有没有听到哪一段歌词 哪一段曲目的时候你自己特别有感 那是不是就像如同你讲的 因为毕竟最近这个抹黑五段 也是在此刻选战到处 向对手喊话 就是回归正向选举 我想几首歌曲都带来非常的感动 能够带来一些真正对台北 不管只有文化 各方面都能有进步的力量 请问还有其他正对主题的优先 刚部长想说是希望是一个正向的选举 不过这个台北市议员徐草新 昨天有针对某一个粉砖散播的未签资料 然后他已经提告 那他还质疑说 是不是今晚这边有一条龙作业 之前先说有狗仔 然后跟拍 然后现在又说是丢出这个假文件 那郑总回答说跟这个事件牵连到底有多剩 我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但是应该是说跟我们是完全无关了 我还想说一些跟拍骚扰等等的这些IP的行为 我们不会做 也呼吁大家不要做 更呼吁做对手 大家一起来 不要做这些事情 选举是为了要帮市民 替我们最深爱的台湾台北 多做一些事情 不是要为了伤害人而来选举 那昨天民进党中常会就是有提到说 就是判断说绿营整体气势其实是有提升 那是不是也因为这样子部长下午要到桃园跟那个运棚 就是一起合体 是不是要拉抬整个北台湾的气势 尤其在桃园我们更是好有区域治理的计划 怎么样在选举的时候展现团结的气势 跟大家对于说未来一个区域治理的一个希望 所以我们一定是骑着会 击着会 好准备怕病 进电视 部长怎么看昨天黄珊珊她炮轰蒋湾 她提出一个恢复U-bike前30分钟免费的政策 说这样的政策是草包 而且她说蒋湾债留子孙就是她的DNA 部长怎么看 我想大概黄副市长应该是有感而发 不过我的方向是这样子 市府现在有一些事情是做的对的 也有她一定的经验 好的事情就延续 那我们有更好的事情 我们就加大加满 我们不会说任意 为了这样子一个在选举之间提出一些 可能是不可行 或者一个没有进步的想法 我还强调 现在做的好的 我们就一定要延续 部长怎么看一下蒋万安委员今天早上在联邦的时候说要辞职立委展现破釜承诺的选举 您觉得这样会让中间选民来集结吗 我不知道啦 因为她这是一个政治的判断 不过因为我一直总是觉得她的在立法院的相关的功能不是那么的强烈 所以此与不此在我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部长这边不好意思同样针对这个蒋万安 她竟然自豪她是这个矽谷的律师 结果被曹总说是打打杂传送文件 黄申申也说矽谷好像离台北比较远 但蒋万安认为说大家说她打杂是抹黑 部长这边怎么看 对可是事实上就是说 江委员一直强调 他有矽谷的经验 那我在选举的时候我在辩论的时候也特别提出既然是有矽谷的经验 那就讲几样 他比较得意的一个事件让大家听一听 那到底他矽谷的经验是什么 我相信一定提了那么多次一定很有很多的感触 那很多的一些实际的经验 比如有辅导哪些新创的公司 比如打哪一些官司很成功 比如哪一些的政策他觉得可以去学习的可以套用在台北的 或原来一些可以接近的 我现在他能够用这么好的一个经验 那应该可以车子清清楚楚的跟市民来说明 部长另外再请调一下 因为昨天您接受专访的时候 似乎是有些哽咽了 那是不是觉得说 竟然有一些被抹黑 然后有一些民众帮您打气的状况 对你自己有点有感而大 对确实这是选举跟我原先的构想 是在比较一个正面的交锋的情况 那这几天负面的选举其实力道是加大 可是这整体的作用 然后我们选民给我的一个支持鼓励力道也加大 所以两者的落差变大 对我来讲也是感触蛮深的 是 部长想问一下今天早上 两份最新出炉的民调 一份是台湾民意基金会 那蓝绿白的三位候选人中您是排名第三 但是在另外一份大地民意基金会中 您的支持度是29.1% 领先其他两位想请教部长 在接下来的两个礼拜中 有没有什么想要的方式要提高您的支持度 或是呼吁选民 我想在民调都各有一个取向方向 机构效应或跟电话的技术各有不同 都可以做参考 不过我还是以我最真实的名义 我接触到的群众给我的加油打庆 我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最坚强的名义 我都会做参考 到了你 我都不想做参考 你那不是我 我都不想做参考 我都不想做参考